黃毓民議員 主席 梁振英政府聲稱為了輔助香港創新科技行業的發展 要重組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新增創新及科技局 梁振英上台之後原有的十二個政策局運作兩年來施政頻頻失誤 近來的高鐵工程研誤事件、三堆一爐的爭議、東北發展計劃等等 都顯示這個決策局的官員容錄無能 再設立一個創新及科技局 後果不問可知 董建華在二千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提出要設立主要官員問責制 當時本席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問責制從何問起 指出沒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為基礎 問責制必然窒外難行 十幾年來問責制多番改動 但還是換湯不換藥 特區政府仍然是集權於行政長官一人 身上的專權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原則濫言不切 梁振英上台之後 行政主導的集權制弊端更表露無遺 開放免費電視市場 本來是全香港市民一致共識和合理期望 梁振英堅決與民為敵 無視通訊辦和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 拒絕香港電視的發牌申請 一眾行政會議成員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 只能知吾以對,有口難辨 這件事充分突顯梁振英的拳剛獨斷、剛癖自用性格 行政長官選舉一直是中共陰點的醜氣 並非在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下產生 特首無需向七百萬港人問責 現在更出現罔顧程序公義的剋商作業 整個政府的運作都是於行政長官一己的辱戶 令體制內外的人無所適從 這種運作模式 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階限模糊不清 高官角色曖昧 只能按照專權的行政長官主觀意志行事 造成人才當勞才傭 勞才當人才傭的現象 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為例 此君乃是會計師出身 對土地政策蒙媚無知 就是因為支持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 而官買決策局局長 依照梁振英的方針 硬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激起民憤 造成六月民眾衝擊立法會的事件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推動相關行業發展 表面上是回應了莫乃江、善重佳、郭佩帆等 民意代表和業界的訴求 但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時候 仍然是按照梁振英的主觀意志而行 公眾是無從監察和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 2012年5月 梁振英上任之前提出5C14局政府架構重組 新增兩個副司長分擔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工作 新增文化局和創新及科技局統籌有關政策 當時本席已經指出重組毫無必要 並且參與財委會拉布阻止撥款的建議得到通過 今天特區政府再次提出新增創新及科技局 建議內容和兩年前大同小異有關決議案 相信可以在立法會內 這個大會得到通過 但財委會申請撥款恐怕不易過關 特區政府施政漠視民意 而很多時在制定政策時奉行一種理性主義 所以縱瞞金額要按照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以及煙稅加價的方式 迫使市民戒煙等完全欠缺人性的措施 文化評論家陳雲曾經在民政事務局主持文化 他在《香港城邦論》一本書中提到這個所謂為理主義 為理主義在政治上的泛濫是相信政府可以用專業知識和精密規劃 令人民過著合理幸福的生活 不相信人民的各自努力和碰撞的實驗 而認為大眾可以完全在精心設計和周密策劃好的制度框架裏 朝著預先設計好的發展目標 國安本分達致幸福 港共的官僚理性指予極其迷惑人心 因為他假借前朝政府留下來的法治外衣 以至一般香港人都不明就慮 官僚為理主義和專權政治一拍即合 官僚只是相信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精密規劃 於是不讓民眾參與、閉門造居制定政策 現代社會結構複雜、脫離民情的官僚實在難以平衡社會上多於不同族群的權益 當中微妙的平衡如果遭到破壞就會激起民眾的反抗 特區政府防民之口甚至防寸 市民以為洪水猛獸施政自然頻頻失誤 香港經濟一直由金融和地產主導欠協工農業等實質生產活動 入息增長遠遠落後物價 使得成績優異的學子如果不是根紅頂白去讀雙科 就要去歐美地區的創新科技工業發展 不敢冒險在香港從事創新科技的行業 香港2011年的青年入息中位數和2001年同樣是八千元 十年了 香港的學子如果有自己創新科技行業自立門戶 首先需要一大筆的創業資金 應付高昂的租金開支 之後又要面對思想保守的親朋職友的壓力 失敗以後還有機會三餐不計 自然對創新科技果足不淺 2011年至2012年度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生課程中 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是本地生 有六成五是來自中國 百分之七是來自外地 不少中國研究生為了更加的就業機會和外國國籍 只視香港為跳板 社會環境不容許香港學生抱持冒險精神 而且相關的人才和技術持續外流 特區政府拒不改變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 以為單單依靠成立一個新的決策局 就能夠促進創新和科技的發展 無二是原目求二 政府已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 將會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接收創新科技處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並且設立一個創新及科技科 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會改組為通訊及創意產業科 重點是負責和電訊廣播和創意產業有關的政策 原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已經可以統籌創新科技處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創意香港 現在政府就要用兩個決策局來分管三個部門 你說是不是架床蝶木?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曾經討論創新及科技局 建制派及具商界背景的議員普遍支持 具商界背景的鍾紹根議員及馬逢國議員都指出 電影製作使用大量科技 所以創意香港應該歸於創新及科技局旗下 如果這樣,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範圍 豈不是和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幾乎一樣 既然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物不可分 為何還要將原來的部門一分為二 額外增加二千九百多萬元的開支呢? 政府二零一二年的民間之中 盡視制定全面政策支持基建發展 鼓勵協調推動共同發展 一類的說詞 即這些是套語來的 今年的文件就多了些東西 表示要專注高層次領導制定進一步措施 三年來都是空口說白話 未見提出任何具體的支援 無論是基建、培育、研究計劃等等 連創新科技處現有的投資研發 現金回贈計劃、大學和產業合作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和五所研發中心等等 政府都沒有辦法清楚交代創新及科技局會推行什麼具體措施 來加強剛才我所說的這些工作 只有不斷重複 加強什麼持份者聯繫、產生協同效應、職權範疇更為專注 這些是否空話 這是政府最擅長說的廢話 是任何一個局都適用的 任何一種政策 將我剛才說的東西套進去 全部都適用的 你們是習慣了用抽象語廚 抽象語廚就是感性的 只有說話的 不得實際的 講空話 梁振英是最擅長的 以文件提及的協調瓜政策局政策制定工作 例如環境局和環境保護處的再生能源和廢物管理技術為例 廢物回收業界面對困境 包括回收困難、運輸成本高昂、資金短缺、環保原地地點偏遠、成品沒有出路等等問題 即使沒有創新及科技局、商務及經濟販展局都會跟環境局和發展局協調有關的工作 是不是,局長 所以 我們看回所謂創新及科技的工作範疇 第一,既無法改變商戶住戶日常處理廢物習慣以方便回收 亦都不會輔助本地工農業發展以創造一個吸納再造品的市場 創科局根本就沒有用武之地 每年因此而新增的2900多萬元公帑的開支自然是付諸流水 整份文件只有概括列出創新及科技局的政策範疇 沒有明確的新政策措施 亦都沒有劃清它的工作及任務的界限 亦都沒有列出新開始的職位的職能及權力是甚麼 本席可以斷言 創科局運作期間 決策局互相卸責 不同決策局的政策 互相衝突矛盾的情況便必然出現 令到特區政府的管治陷入混亂 立法會的職責 是替人民監督政府施政 特區政府考立明目 駕藏蝶屋的做法 民意代表是有責任阻止 使得公帑可以用得其所 有很多贊成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議員 講來講去就三腹屁 會促進這個香港科技的發展 就憑你們 就憑開過一個這樣的局 是不是 剛才是葉劉淑儀講新加坡講台灣 大哥 人家不是靠一個政府部門 就可以發展到那個科技工業 以台灣為例 七十年代初 李國鼎已經在新竹設立科學園區 搞經濟轉型 不是靠一個加工出口對外貿易為主的 這種經濟體系 是要發展 高科技 所以你看到今天 這個新竹科學園區 仍然繼續 在新竹 和清華大學建教合作 幾十年前做這些事情 很多現在回來的 那些在美國讀完華生理工學院 回來的 在台灣發展它的品牌 台灣的科技 產品 它是有發明的 我們現在要搞創新科技 這是停留在應用的階段 不要說台灣 說說深圳 說說大陸 你也是打邊爐和打屁股 搞不搭白 我告訴你 搞局 就可以促進創新科技 幫助業界 你不如拿多些錢 來比培訓人才 人才在哪裏 剛才我已經說了 人才在哪裏 人才外流 還有香港的學生 讀大學的 不會讀這些 找不到食 基本上結構性的問題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 搞局 來做什麼 我不要從政治的角度來講 好像毛孟靖 或者其他議員 總之梁振英的事情 我就反對 就從一個實際的角度 從一個實際操作的角度來講 這個創新科技局 都將會是壞事 泛民主派 最近說要搞不合作運動 殺氣騰騰 我就拗頭 為何會有泛民主派的議員 會支持成立這個創新及科技局 和不斷去遊說其他人 這是一種精神分裂來的 基本上是 所以本席 將會投票反對這個決議案 同時促請泛民主派的議員 在財委會 就有關撥款申請 進行議會抗爭 阻止有關的撥款建議 得到通過 主席 本席僅使陳詞 反對決議案 鍾國斌議員 謝謝 謝謝